高喊口号展现热情活力 也展现对企业的详心力 他们全都来自12个国家人才发展奖获奖单位 不只民间企业 公司 行号 今年还有公家机关 因为有效率的培训人才得到肯定 我们的公务能力很优质化 大家可以信任 只有有努力 有能力 市长就会给予重大的一个承担 跟重大的一个升迁的机会 我们希望说了解员工的一个职能 到底它的差异性在哪边 以作为我们员工未来再精进 或者是他必须要参加外界的一个 研习的一个依据 委托公务体系的刻板印象 培育专业人才还能节省训练成本 保住人民的纳税钱 而对于一般企业来说 拥有好人才 公司才有更好的发展 在跟世界这个竞争当中 人才是绝对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自从人才把它放到第一位之后 我们公司在各方面的成长 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既有的这些企业愿意投入比较多的资源 在人力的这个培育上面 相对而言它的体质都会相对比较好 那相对比较好的情况底下 它也比较不惜成本 愿意投入 也相对它要承担 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那相对而言在这个企业 它愿意投入这么多资源的情况底下 员工的流动力自然会相对偏低 优质人力资源除了靠企业自己培训 也仰赖既职教育的养成 透过有系统的串联 让人才活络企业 推动台湾的经济成长 iStudy采访报导